加强接种对疫苗的保护效果 从免疫员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提升 对输入风险高的 比如海关、边界、航空、隔离点 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 在完成免疫程序后六个月 可以开展加强接种 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人群 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 他们感染后出现重症、危重症、死亡的风险 也高于其他人群 因此专家也建议 对这类人群在接种后六个月 可以开展一剂加强免疫 由于工作、学习、交流的需要 还有一部分人群要去到境外的 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是国家 那么专家也建议对这类人群 在接种满六个月后 也可以开展加强免疫 他们继续表现出来了 他们来自这类人的保险 手上发展你什么事 这类人的保险 在这类人群里当中的数据